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我們今天用了一個SQL 9 Browser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是免費的,而且它免安裝,你打開就可以 主要好處就是說,假設你不想要寫程式去讀取檔案的話,用這個就最快了 而且有的時候你可以在裡面做一些練習 比如說,最後一個頁面是Excue SQL Excue SQL,你可以在這邊寫一些SQL語法 比如說呢,我今天想要把,我剛剛有建的一個叫Table01的資料表 那如果我希望把那個Table01裡面的資料全部抓回來的話 其實也可以下語法,下那個查詢的語法,查詢的話在這邊就是Select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這個將來基本的查詢語法開頭一定是Select 那後面的話是哪些欄位,一般是給星號 星號是指所有的欄位,所有的欄位 Front後面加一個Front,Front的話呢 就是Front後面加上空格,加上哪一個資料表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個叫Table01 所以你就打一個Table01 好,那這樣的話呢,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Table01裡面 所有的資料都幫我列出來 OK,就是這樣跟大家敘述 所以,這個叫Select SQL語法 OK,我們最後如果要執行這個Select SQL語法 記得一個字都不能打錯,因為也是一樣 這個跟程式一樣,字不能打錯 那底下的話就Execute Query 這個Execute Query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一段話傳給那個資料庫 那他如果看懂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資料傳回來了 OK,所以Execute一下 那底下你會發現 他底下就會幫我把資料傳回來 所以他看懂我的意思啦 他幫我查出來了 那當然這個是透過什麼 透過SQLite Browser 可是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透過程式啊 當然可以啦 那如果我要透過程式怎麼寫 其實也是一樣 待會的話請各位呢 一樣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那上面的話 記得呢,你可以從前面的三行 基本上就是 剛剛的那個範本裡面的前三行 有沒有,Import SQLite 然後呢,一樣是去連線 連線怎麼 連線那個資料庫 然後並且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資料表物件 那底下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要執行那個SQL語法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下面一行 去跟那個資料庫溝通 溝通的語法就是 我這邊可以再新增一個什麼 一個叫SQL Stream 這個變數名稱 習慣是用這個SQL Stream 那這個SQL Stream的意思是說 你要跟那個什麼 你要跟那個資料庫做什麼溝通啊 那我們剛剛不是打的那個語法 那個語法叫什麼 其實你可以把這一串 EXCUE SQL這一串 叫select所有的兩位資料 幫我把它傳回來 front table 你把它放這邊之後 後面的話呢,再加上什麼 加上EXCUE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語法丟給 丟給那個資料庫 丟給資料庫怎麼丟 其實你可以參考剛剛的範本 這邊就有一個叫什麼 cursor.execute 就是這一行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行基本上就是跟資料庫溝通 上面這個叫SQL語法 下面這個就是把上面的SQL語法 丟給資料庫處理 所以cursor.execute 就是再把它放到下一行 這樣的話呢,它就幫你查回來了 查回來之後呢,資料放哪裡 基本上就放在這裡 cursor 我剛剛講過 cursor就是資料表物件 也就是說呢,它查完之後 它會幫你把資料放在裡面 那我要怎麼把它分別讀出來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在底下寫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 可以寫for each的寫法 我們寫成for each好了 for each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假設我要把裡面的每一列資料 假設我給它一個變數叫raw 在這個cursor裡面的 所有的資料幫我把它讀出來 OK,你就寫這樣子 for raw in這個cursor 這個cursor有點像它查回來之後 長得有點像下面看到這個表格一樣 就是裡面 其實沒有上面的欄位名稱 只有下面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的話就是一列 這個就一列嘛 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 所以總共會有三列 然後呢,我這個for raw in cursor 意思說 幫我把這個裡面 逐列的寫到這個raw這個變數裡面 那所以呢,底下的話 假如我要分別把它列出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先列D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利用raw raw裡面的第幾個 裡面的第0個 它裡面的所影值 因為有兩欄嘛 所以第一欄 然後我後面就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豆點 所以中間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串接第二欄 那一樣喔,它的所影值 一樣是從第幾欄 從0開始 所以後面的話我就這樣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從那個 它查出來嘛 查回來的東西 幫我把它放在每一列 那從第一欄幫我放進來 第二欄放進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print結果 理論上應該會得到什麼 OK,各位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話呢 它這邊幫我列出來 結果有沒有顯示出來 奇怪,沒有得到結果 空的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到底有沒有哪些地方有寫錯 cursor.q 這一行 我最後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查詢部分 查詢在 這個 我的這個 控制台裡面 把它print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就會第一 第一筆,第二筆,第三筆 然後它的缺點是說 它上面沒有欄位名稱 所以如果說要完整一點點 可能就是自己手動再加一個欄位名稱 那那個欄位名稱的話呢 第一個欄位就是編號 第二個欄位就是電話 所以我自己在 上面再print一個 編號跟電話 把這個編號跟電話 把它print在這邊 這樣的話呢 執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完整的清單 OK 就是這樣的寫法 就不需要說 特別去安裝 SQLite Brows 只是說你必須要 自己手動去撰寫一個程式 然後呢 把 查詢完的結果 透過一個 for回圈 for root 這個指的就是說 for each 在這個 cursor裡面的每一列 一列一列的幫我把它讀到這個 這個變數裡面 這個變數裡面 因為有兩個欄位 如果將來 如果假設 我們退圓字要五個欄位 那你可能就是0到4 那因為現在只有兩個欄位 就0跟1 兩個欄位出現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做一個查詢 所以剛剛有新增了嘛 那就可以查詢 所以你也可以再練習 假如說剛剛新增 我們新增到第三對不對 那如果你再加一個4 如果再加一筆好了 比如說這個後面的電話隨便打 好 那再執行一遍 新增有沒有 再新增第四筆 那新增第四筆 你再查詢一下 你會發現 再查詢 它lock住了 lock住通常可能是這個SQLite Browser 剛剛開了 把它關掉一下 因為如果說你在SQLite Browser 或者開的狀態下 可能會被lock住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就把它再重新查詢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這邊一樣lock住 嗯 看一下 這邊新增有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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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這個最後要補一行 看一下 那個補一個close 看看 因為有時候沒有close 它沒有關掉連線 可能會造成這個錯誤發生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45頁 試著做做看 那再來的話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刪除 跟修改 喔 跟修改 來吧 任務